大家好,我是胖龙,今天咱们就不录这个吃饭的视频了,今天咱们就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,回答一下网友们希望知道的问题,读一下朋友们的评论,咱们现在就开始吧。 我先念一张评啊,想知道胖龙和四川小哥一起合作拍视频以后,关系是不是变得更好了,毕竟每天都要一起拍视频吃饭。 怎么说呢,小两口在一起,四川小哥也经常吵架了,偶尔也会有摩擦,但是我们两个人就属于那种,就不记手,转脸就忘了。 一会就好了,咱们再看下一个视频有意思了,不是下一个评论有意思了,电动车买200个儿子,带着脖子吃了三龙胖龙,这个朋友是真的皮。 问一下胖龙,最近老爷子身体挺好吧,心脑血管,可得多注意,老爷子,我老爷子平时喝酒,尽量别让老爷子喝烈性酒。 这个问题呢,老爷子,我爸现在就一天,不是说天天喝吧,偶尔喝一次,喝了也不多,喝了有一两多,不到二两酒。 这个有一位朋友说的是,四川小哥跟你是怎么认识的,这个问题呢,要说起来好多年年的事的,我们在一个专业公司,在里面工作认识的。 这位朋友问的是,过年期间,能让感受一下当地过年的气氛,还有如何过年的,到时候半年后,买东西都可以记录一下,这个都可以。 这位朋友说,我对胖龙家年夜饭充满了期待,这个就咱们都到时候看吧,因为咱们的四川小哥,他到时候可能也要回家去,过年去聚团员。 这个,这个,这个,得到咱们看情况吧。 小家伙的牙齿是坏牙筋还是怎么的,咬东西有点奇怪,小家伙他现在是正在坏牙,然后他这个门牙的这个令啊,还没有,还没有长,长完全。 想问一下胖龙脸上的刀疤,还有断,断指的故事,要是不好说就不要太好奇。 那这里呢,我也就说一下,有多媳妇是他不知道啊。 这个,我的这个,巴嫩和这个手指是一起,在我爸的厂里面碰的。 咳咳,当时,因为太小,因为当时你年纪小,嗯,命悬一线,真的是,捡了一条命。 我就想知道,呃,龙哥最近咋磕巴了。 呃,我小的时候,上学前班的时候,呃,我们班里面有个小朋友,他说话,就是,有点结巴。 然后我,我那时候调皮,就和他学,然后就学会了。 好本事。 啊,因为,因为这个,这个结巴,我,我那时候我妈在的时候,呃,就,还给我自我,没自好。 啥子呢? 啥子呢? 比如说,那种条板的,我往头上瞧了。 没,没瞧过来。 呃,现在已经好多了,现在。 就,紧张的时候,或者是,呃,说话快的时候,会结巴一点。 我想问问,平常胖龙拍在家吃饭的视频,怎么没看见老爷子吃呀? 我爸平常吃饭呢,他就是在他那里吃。 然后偶尔可能会坐在一起,呃,吃,呃,吃这个饭。 就因为,我们露子饼那时候,他在旁边吃的时候,有点不自裁。 就,去到那里吃了。 胖龙初期锻炼Vlogger吧。 这个已经,呃,计划好了。 嗯,过两年以后,咱们会记录,呃,减肥和这个锻炼的过程。 我就想知道老表到底,吃不吃白菜和辣椒。 你怎么不,你怎么不说,他哥到底吃不吃白菜和辣椒。 他不吃。 龙哥的小时候的梦想和现在的梦想可是什么? 你这个梦想啊,呃,我可能有点不太一样。 因为,我小的时候,梦想就是,长大以后读个博士。 甚至是博士后。 然后,呃,因为。 后面发生了一些事,因为我妈,我母亲,呃,不在了。 然后,我当时我就立志说,要做一名医生。 但是也没有,也没有做成。 现在的梦想就是,希望我们家里面,呃,每个人都健康的成长。 儿子健康的成长。 还有我爸,因为老人嘛,也别,也不需要他能带给我什么。 就希望他,呃,身体健康的,就好了。 同时呢,也祝大家身体健康。 日子一天每天过得好。 适应不服,开店一夜了。 好了朋友们,咱们今天那个读评的视频就做到这里吧。 朋友们在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是想知道的。 后面我再记录一下。 记录一下,到时候咱们可以再多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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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点。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。 咱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